小心一点啊 你们怎么站上去了 别人都是站着 今天最安全知道吧 不要到河边了 今天涨水了 是吧 今天带怡婷和他们的同学做亲子活动 今天 看来玩了很开心了 六年级马上小生出了 也让他们放松一下 有没有钓到鱼啊 刚刚来 刚刚来啊 这边是环境灯了 漂亮 小心哦 小心啊 你们不要到河边去玩了 我知道吗 玩风了这些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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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刚才就是你拿淘宝去玩了 咋子 我们俩去玩吧 我天很美 像我们两个 哇 真的很漂亮啊 大家都在忙忙碌碌的 我们也去帮忙了 今天要做烧烤还要煮饭 要陪孩子们自己动动手做饭测试还有玩游戏 好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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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生柴火 来煮饭 等一下要烧烤 等一下要烧烤 哇 看一下 男同学们在洗菜哦 哇塞 那我呀 他自己跟二同一把就扔了 大功可以哦 耶 大功可以 哇 这个个个都是大厨啊 每位家长都很帅啊 然后美女家长都很美 看一下我们烤这个 这个粉肠 我们就这样烤 烤成土匪粉肠 听说是叫 然后就是烤焦了 之后就刷料刷料了这 剪开吃的 哇 看在这个焦的地方 孩子们 你们来烤哦 来翻面哦 这边的工具很齐全啊 大高耀锅煮排骨玉米 排骨玉米汤 这个小火线多烤骨 没有 主要这些小火线 老年不会原味的吗 对啊 原味啊 大家都很认真了 大家都很喜欢吃原味的 所以你们在干嘛 还在搅带 这个蛋搞好了怎么办 这个蛋你们是要炒什么 西红柿炒蛋吗 我是 葱花蛋 哦 葱花蛋 哦 可以 我也要吃 哇 这个小姐姐可以哦 她主动的帮忙做哦 哈哈哈 孩子们都喜欢唱歌 有了呀 现在我们有请先生好 孩子们还有活动哦 我们现在音乐没音乐呢 我就直接喊算了啊 然后大家从左边转圈圈 一转眼孩子们就长大了 十二岁的年轻 然后我 慢一点 不要跑开了啊 左边转圈圈 再慢一点 再慢一点啊 principal 哈哈哈哈 没有找到队伍的就要被罚 有个小小的惩罚 这么多 这些男孩子 孩子们在玩游戏 家长们就在烤东西 哇塞 吃不冒油啊 看起来就香了 我现在是刚好当我们的鸡肉 嗯 要盛桌的 盛桌在这里 炒五花肉 你拿着那个是我的 这个是你的 全部在砍 全部在砍 你玩游戏玩游戏 我来长出炒青椒炒肉 那边好像他们给他吃了一点油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啊 哦好 两个锅同时炒 两个锅同时炒 没有 没有烧 没有锅铲 没有锅铲 就是这个我摘鸡一点 就是把东西摘好了 就是这个我摘鸡一点 一会就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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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会你管的呢 你是财老板呢 下巴洗点清淡点 没有 红辣椒 红辣椒 好 管你还要的 哇 这鸡翅也漂亮哦 都是大厨的呗 哈哈哈 嗯 孩子们都饿了 孩子们自己动手啊 等一下 看一下你们 太热闹了 这样吃像野车一样 哎 你烤的呀 哇 你烤的我也尝一下 那你的呢 你呢 我已经吃了一个了 吃了一个了吗 好的好的 谢谢哦 宝贝女儿的爱心 看一下 很有食欲啊 外焦里嫩很香很香 很香啊很香啊很香啊很棒 牛肉 这是个会吃的宝宝 语音功能已启动 您可以开始点歌呢 当前网络一朝 连接网络可以使用更多的语音功能哦 好香 好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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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香香 哇塞 你没有西瓜串串啊 你没有西瓜串串啊 好吃吗 甜甜的哦 哇塞 还有这个啊 15年了 15年了 好喝好喝 我好想尝一个 给一个你尝 我最尝的东西 这个是 我需要一点 好嘞 谢谢 还点个 嗯 这个咋的 很香啊 你来点净啊 来 等一会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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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这个表演戏的啊 哈哈哈 这个烟鱼个个都爱吃哦 对呀 哈哈 哈哈 在我们洞族啊 真的不可抗拒的美味 哈哈哈哈 相当的 我想尝一下这个 刚刚我听到名字说叫做花开 富贵 就是说他烤的时候 像一朵花盛开一样 现在把它剪断了哦 嗯 焦香焦香的好吃 好吃 好 我刚才好吃 哦 想你了的 哈哈 哈哈 粉盘啊 很好吃 很好吃 真 所以还要烤牛油 那边还有好多牛油 这个 好 一起来烤 一起来烤 这些都喜欢烤串的 这里还有黑米饭 哎呦我吃一点 很香浓浓的洋葱叶的味道 谁敢吃 哈哈哈哈 你先吃一个嘛 我先吃一个 妈妈 啥味道呢 还行吧 还行吧 怎么样 怎么样 没有毒 没有毒 哈哈 这都没红色的 这个没红色的 我们回来的路上 我路过一个农家小院 她的花非常的漂亮 我忍不住进来偷拍 然后老板娘出来 就是那个美女姐姐出来 她说你过两天再来拍 过两天开的更加漂亮 我突然就对话 有一种养花的情节了 好想养了现在 哎呀 好羡慕她们有这么大一个小院 用来养花 你那时就是 这个小姐姐认识我们 下次来给你取经验了 取经验养花了 小姐姐一定是一个很有 私情欢愉的人 看她种的日落也很漂亮 她好热情的 跟我介绍这些花 就不好意思出镜了 哇 在这个地方你看 对面也是很漂亮的 下面还有小鸭子 朋友们大家羡慕这样的农家小院吗 漂亮得很 我觉得我最近非常的焦虑 艺亦婷还在跟同学们还在那个 就是搞活动的地方 她想再跟他们玩一下嘛 我要回家去忙点事 我就让她后面搭着同学的车回去了 然后看了一下这些花就觉得人的心能静下来一点 而且不那么焦虑了 就是说欣赏花之后人变得比较柔软的那个心 谢谢啊 下不是当我们家晚 我就做美食给你吃 好的好的 那我先走了啊 拜拜 拜拜 谢谢小姐姐了